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我 珍惜我 他想给我筹划最盛大的婚礼 像某人 名不正言不顺的 连个婚礼都没有 是吗 那我就好好期待一下你们的世纪婚礼了 五年前 我没有亲眼见证 现在我回来了 好戏 才刚刚开始 店长 你们员工就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我花那么贵的价钱 他就这个态度 不好意思啊 何小姐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我要这件婚纱 但是您有条件 我要他 在婚礼当天服侍我 这 好啊 何小姐你放心 您一定会有一个难忘的婚礼体验的 老板 何小姐明显来者不善 你刚才为什么要答应她 对于一个爱慕虚荣的人来说 最痛苦的事 就是莫过于地上追求 从指缝溜走 去无能回应 台主威 你的噩梦 才刚刚开始 喂 秦秦是吗 你女儿在给她学啊 过来的吗 什么 我是秦秦成的妈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妈咪 秦秦衍 她是你女儿啊 陆雨晨 对我女儿做什么了 你不如先问问你女儿 对我做什么了 女士 你女儿躺在路线上车前 坐下碰瓷 监控路线我们都看了 妈咪 待会待叔叔 祭福你 我想跟妈咪报仇 谁让你躺在车前面的 我也撞到你怎么办 这点行为太危险了 你们都回去好好教育教育 不好意思 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她 幸亏有监控 给我作证 要不然被这小鬼一闹 我跳进黄河也行不行 于晨 咱们的电视团队 你们都对歇了 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只到上一个就做了 现在怎么样了 陆大少 他只是个孩子 你就不能高抬贵手 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你现在这个样子 好像我是什么 欺男霸女的混蛋一样 陆先生没事的话 你们可以先走了 怎么没事 这个小鬼碰我的词 小孩子不懂谁 你大人也不想出自尔是吗 陆大少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这也不长 你磨齿 开个玩笑而已 而且你确定你要在警察同志面前打我吗 哎哎哎 秦女士在警察局打人呢 胆子不小啊 没事警察同志 他想从心出于 哎 秦秦 秦秦 我把他试试放开我妈妈 他把他试试放开我妈妈 小鬼 叫谁大坏蛋了 我是你妈妈的老公 我和你妈妈结婚的时候 还没你呢 你胡说 我妈妈的老公是我的爸爸 确实久久将来才是我的爸爸 何瑞泽啊 今天是缠组脑队 我向你道歉 不过我们的关系 我们年轻已经结束了 希望你别再说 这样已经误会的话了 结束 误会 秦秦 你看来我修了 小鬼 过来 我有事 要和你妈妈谈 自己在下面玩哦 走 妈妈 你等我 这 这是学家的孩子 大坏蛋叔叔 把我妈妈给抓走了 还说要等我的爸爸 我才不要大坏蛋叔叔 等我的爸爸 还真是跟少爷 一个毛子刻出来的 少爷什么时候 有了这么大一个女儿 不行 我得赶紧告诉老爷子 你问什么 啊 阿诚有个四五岁大的死神女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女儿还在等我 五年前的事我道歉 我不应该因为我忌妒 和湛尉玉比你来 陆宜辰 你吃错药了 陆宜辰 我找了你正中一面 你一声不响的就走了 你不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 陆大少 你现在就是样子 我差点真的以为 我差点真的以为 你对我还念念不忘了 你忘了 你的婚期还在满心期待的准备婚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又是什么意思 我从来就没答应过白竹葳 是他一 你们的恩怨 我不感兴趣 不会有一点 白竹葳害了我妈 我绝不会让他享用法外 是我想要阻止我的人 我绝不会受软 好苦 不是要报复 那你就一辈子没办法了 我妈妈被大外大叔叔给抓走了 你能不能帮帮他呀 这孩子没养 这个阿陈一个不得客人 难道他真是阿陈的孩子 你妈妈是谁 是你 爷爷 当年你答应好 我还以为你个儿子是致命 对吗 生下陆家中华富贵 你回来 侯打我岁子 爷爷 我记得你是长辈 但我也不是任由你陆家欺负的玩世子 当年的婚约 是两家人进口定下的 我也没有上赶这 求路已成去 现在 是你的孙子 对我救沉不醒 要说够的 那也是他够把我猜的 妈妈 这是你女儿 嗯 你放心 兼签离婚协议 我就不会再跟陆家有任何牵涉 陈晨 她是我一个人的女儿 爷爷 您怎么来了 哼 我要是再不来 你是不是又和这女鬼混在一起了 别忘了 女儿和陆在婚礼 就在下个月 连我结婚您都已经擅自做主了 不如这新浪您去当算了 哼 你是反了菜啊你 多少十一世纪了 还能看到逼婚的媳妇 真是看了眼睛 这没你说完的份 既然如此 那我们先告辞 站住 小丫头 告诉爷爷 今年 几岁了 谢谢大 嗯 生生 那我们带你回家走 姐 你等等我 你陪他他身边五年 怎么还能把他拿下 要不是他这次回来 宇生哥哥也不会突然取消婚礼 他就是故意的 妍妍不是这样 你那么喜欢他 怎么不找点生命煮成熟饭 这样继承权了你 宇生哥哥 还能找点收心取物 你醒醒吧 陆雨晴压根就不行 你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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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雨晴压根就不行 当年你假生怀孕 结果怎么 他宁愿被打得住 愿也不愿意跟你结果 我陪在宇生哥哥身边 比那小剑人长 怎么可能他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只要他消失 宇生哥哥一定会娶我的 不行 我怎么可以对颜颜做这样的事情 何瑞泽 你装什么 A国当链的事情 你早就查清楚了 你就不怕我告诉秦星妍 毁了你在他心中的美好形象 你是在威胁我吗 那又怎样 灵灵 为什么你变成这样 现在这个样子 当初你多么的天真 多么的善良 小废话 赶紧发消息 金星妍 你家人都是一样的蠢 被我捏在手里耍着玩 接下来的好戏 我可真是期待呢 嗯 这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哎呀我 谢谢 日子哥 我们不能这么做 他一直把我当兄长一样 我怎么这么对他 看不出来哥哥还是个大情种啊 不如我直接告诉他 当年跟他共处一室的人 就是宇春哥哥 那个小剑种 也是宇春哥哥的孩子 帮他们俩一起 双袖双飞 你答应我不会伤害他的 那你慢慢想吧 你不伤我找别的人 你好 您好 哈姐 还在吗 谢谢你 余山 刚才陈阳姐店里员工说 我为何先生约准求你 可没错 又怎么说 不行 我不能对颜言做这种事情 我已经因为林林伤害过他一次了 绝对不能再有第二次 何瑞泽 王八蛋 原有这种下方案的手段 不管你信不信 从来没有打算伤害我 这句话你留着跟他说吧 好 这是哪儿 被扫过呢 哼 都快被别人卖了 心里还想着你清哥呢 陆雨琛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家 我不在这儿我在哪儿 你家 我明明 跟瑞泽哥一起 你又在搞什么鬼 在你心里 我就是那种诡计多端的小人 你瑞泽哥哥就是热人君子是吗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要是在其他男人面前 有对我这种戒心就好了 今天的事 谢谢你 我跟瑞泽哥的事 我自己只好问清楚 你站住 怎么 用完就丢啊 就一句谢谢就想把我打翻了是吗 那你想怎样 以身相许 你休想 秦清言 我可以不计较你以前的事 甚至不在乎你生过别人的孩子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路道上你不嫌弃 我就应该感恩戴德的接受你的灵性 不要不吵的事 我不是那意思啊 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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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李伸 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陈陈 陈陈 那個小賤種就是個禍壞 絕對不能讓他活著 畢竟他是叫人命呢 何小姐 500萬 好吧 沈沈 我還在路上好了 沒事吧 有什麼事 心願 媽媽 沈沈 是誰幫家沈沈 沈沈跑出來的時候 兩個幫匪看情況不對就跑了 我已經讓我的人全程去找了 是找不到 還是會想找 你什麼意思啊 我會包庇王匪嗎 難道不是嗎 還有誰 會在為我無法力量 我就是你那位温馨 瑞珍 为什么我身边所有的亲人 都要因为你 深陷险 我想你一个原因 不行 对不起 是我没保护 你妈 你别跟 大话在叔叔吵架 是他救了我 瑞珍 我们该回家吧 少爷 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他原谅我 我都说猎女怕蝉了 少夫人心里有意 只要您稍微示弱一下 不怕她不回心转意 从前有几个小语人 和一个白雪公子 最好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 好 我 顾玮琛 你干什么 起来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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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玮琛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果命卖财 我就会熟了 我不吃醉了 喂 你会不会 喂 喂 我找人送你回家 关锦 你们叫陆总 在我家里 麻烦你过来接他一下 报警早期表觉 你们休假 麻烦你抓过去 喂喂 我跟 永远你 你 你走 明明下定决心 要远离你的 陆一诚 我跟男女怎么办 看下单司数你请了我 有那么明显吗 妈妈为了我 每一月子 舅舅都给珍寿 你会对我妈咪好吗 以前我自己傲慢 做了很多上海你妈妈的事 但是以后不会 你不建议我的妈咪 给别的男人生过孩子吗 妈咪说了 男人这种生物 无聊透气 把真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你还真是人宵贵大呀 你妈妈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说 你先说是不是嘛 要说不介意 不太可能 但是 如果是你妈妈的孩子 好像也没那么难接受 再说 你妈妈是非婚生子 除了我之外 还有 谁会这么没有芥蒂的对你们好 是不是 所以说 除了你 我找不到第二个真心对我的人 所以说 你现在 是在试着可怜我吗 不是那个意思 绿琛我告诉你 女人的价值 不止子宫和真几 就算我生过孩子 追过的人 照耀从这里 排到A股 像你这样傲慢自私的男人 我还看不上 看不上我是吧 但你能看上谁 何瑞泽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五年你一直和他住在一起 李箫录 哈哈 我和你 没什么好说的 妈妈你别生气啊 我其实故意让大坏蛋叔叔惹你先进 我不想让他当我爸爸 我喜欢瑞德舅舅 但是 妈妈不怪你 她本来就是她的相对 不管发生什么事 妈妈都会拼尽全力的 让我的晨晨幸福快乐 DNA检测报告出来了 那个孩子的确是宇春的 走 借我送宋女回家 妈妈 晨晨 宇春花日请孩子 你们还有没有往法 我还没追求你狮子拐的陆家的血脉 竟然和我谈往往法 什么陆家的血脉 你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晨晨是我的女儿 是我十月怀的心股身下来的 事情的经过我自会查清楚 但是陆家的血脉 绝也不能流落在外 不行 能不能带走我的孩子 晨晨的抚养问题 陆家的律师团队会与秦小姐妒记 您就在这等法院的传票吧 怎么办 晨晨怎么会陆家的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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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家的让证会逮捕陈晨 难道是陆宇春 想利用孩子来逼迫你妥协 晨晨哥 你是不是有事情来说 为什么这么说 陆老爷子说 陈晨是陆家的血脉 可你当初不是调查过吗 你说那个男人 是英国的本地人 陈晨怎么可能是陆宇春的孩子 你 对不起 我只是 只是不像你越陷越深 所以电话的男人 真的是陆宇春 陈小姐 陈小姐 宇春 陈小姐执意要见你 需不需要我叫保安 没事阿姐 你见过吗 陆宇春 你帮陈晨还给我 昨天还对我和美龙队的 今天就找我要孩子 今天 这又是你欲情故障的手段 我没跟你调一下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陈晨她就是我的命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夺走她的 陈晨真被人带走了 你说清楚 所以说陈晨是我的亲生女儿 五年前那天晚上 救我的人根本不是白珠为 雨晨 其实当年你让我去查 秦小姐在英国的经历 后来 秦小姐失踪了 你就把人手 全聚力寻找秦小姐的巷子 这事就过滞了 我还有事 你们先聊 我到你院那个人 不是我 陈一晨 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以后还会有很多的孩子 可我只有晨晨一个女儿了 我求你 把晨晨还给我 那如果要不是一位孩子 你是不是根本不会来找我 看着我 好 让我找孩子可以 你给我什么包装 包装 雨晨 晨晨她可是你的女儿 你还有没有一点心 我从来就不是 这么善良的人 你心里应该清楚 我总是这种强烈的人 是这样 命运 不要命 不要惊喜 这样可以 带我去找孩子 你知道晨晨什么孩子 我是你曾爷爷 我记得你是搭坏蛋叔叔的爷爷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我是他爷爷 所以就是你曾爷爷 晨晨 晨晨 你把他带来了 爷爷 您带人上门强行暴走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是我们陆家里快乐 你还有俩说 也不是我发现这小女孩 明眼和你一波一样 你现在还摸在鼓里面 还不知道 你的肿瘤在外面 是我视察了 让他们母女受了这么多苦 晨晨是我谁又还在世下的女儿 跟陆家一点会解决 今天的事 我可以不计较的 但以后再犯人这样的事 我绝不会善罢开销 站住 你可以 你把孩子留下 凭什么 你说他身上流着是陆家的血 陆家能不能讲点道理 我是孩子的母亲 陈生从小就跟在我身边 你们陆家 没有尽到一点富翁的意味 就算是打官司 你们也不占 女儿是你私自生下来的 陆家并不知情 要在 你把我这陆家的份上 我不是有 你隐瞒的罪罪 但又考虑清楚 是要她跟你过苦日子 还让她留在陆家 做个 请御使的大小姐 宝贝 你先去旁边玩 妈妈有需要带 去 我的女儿 不在乎什么请御使 何况 律师马上就跟何家小姐姐 过来 她还会有很多孩子 非得招惹陈生不放 人家不关你的事了 爷爷 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和新颜根本没办过离婚手续 现在误会澄清了 陈生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们一家三款重新在一起 这不是解答欢喜吗 不可能 就像陈生是你的种 我也不会把这女儿 带进陆家的美 我收了 不管你亲密亲密 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这跟陈生是不是女儿 没有关系 请先言 真是不知好的 这是五千万 足够你 逃百分之一十一五了 只要你离开这段城市 五千万 就都是你的 五千万 陈老爷子 还真是告诉你 不过 我为陆家生了长女 与陆宇琛的身份地位 难道就只是五千万了 那你想要多少 陈宇琛的全部身家 你妈给的起 亲戚 我就不允许这种 有没教养的女人做孩子的母亲 我说这儿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 哈哈哈哈 秦女士不是我不接這個案子 只是和陸家的律師團隊上 我們的剩算不至百分之一啊 我就不信 他們能一手這天 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辦法當然有 我還是建議你和孩子的父親達成和解 光是一旦敗訴 他們有可能讓你永遠都進入了孩子 你今天有時間嗎 我想跟你談談 你今天有時間嗎 我想跟你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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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哥哥 你你聽我解釋 我真的不是故意設計你的 我只是我只是太愛你了 我擔心自己不是完璧之聲 所以給不了你很好的一個體驗 才我才花錢用那個女人的 我才花錢用那個女人的 愛我 這就是你找人給我下圈套的禮物是嗎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這種方式的還真讓我不信 余生哥哥你不可以這麼說我 我說的這一切 都是因為你 是秦星人 如果不是秦星人 我們早就結婚了 是秦星人毀了我 放手 到現在你還是 你以為你背地裡用的那些手動 我不知道 我顧惜當年的恩情一直沒有追究 現在是手情操了 媽 求求我 我我可是你妻生女兒啊 陸一身 我女兒為你付出多少 你難道不清楚嗎 你現在為了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就這樣對付我女兒 先問我們何家大不大意 對 我是何家清津 你動不了我 你以太理 就是以我們何家為敵 你最好祈禱何家能一直暴斃的中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怎麼 你不是 你事還想要我 秦星人 你給我冷靜點 我很冷靜 你來找我談 就是談這個什麼 準備得挺全的 看來你很有在床上談生意的經驗 你侮辱我可以 但是請你把我女兒還給我 為了孩子 你是不是什麼都肯做 除了跟你復婚 畢竟 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 我怕退命 有求於人還敢挑釁我 你這張嘴還真是一如既往地讓人討厭 好啊 既然要談的話 拿出點誠意來 為什麼 我不想利用你對你女兒的感情 更不想用這種方式得到你的身體 信妍 你說我不懂得尊重你 但是我一直努力在學 所以給我個機會想不想 阿智 阿智 沈沈呢 跟老爺在懷疑裡玩呢 大小 站住 你要幹什麼 爺爺 陸家不是仗勢欺人的惡 信妍拼了命我生了 沒有功勞也有苦 我實在是不忍心看他媽媽女總幹 那你的意思是 哪裡都惡人了 大壞蛋叔叔媽媽什麼時候借我 海爸 你是想留下來住住家大便宿 有人刺我 坐著你上來 還是想和你媽媽那個瞎小的姑娘 一輩子做個普通人 我要跟媽媽在一起 唉 馬進 把趁人帶下去 我有話啊 和他探說 小公主快過來 我可以把孩子還給他 但我有個要求 我如願如期去想婚禮 我 和潤林之前那麼酸酒 我沒對他做什麼已經是留了酒 我怎麼可能娶他 你可知道這次穆薩海外 投資虧失了多少 接到這個家族聯合來落定下市 若是現在積極可危 要何時銀行融資 要不要多久 我們最近都要斷裂的 還在索性放棄 這些年我也有不少別的存資 爺爺 陸氏人員借過不砸 與其苦苦撐著 不如破而後利 陸氏集團 是我一天才打拼出來的 你要放誓陸氏集團 就是要我的命 爺爺 你怎麼了 老頭的我時間不多了 如果陸氏度過這次危機 我就是死 也閉不上眼 說 答不答應 媽媽 陸氏好想你 秦小姐 你一定要照顧我陸氏 不要辜負了宇晨的一片苦心 陸老爺子 怎麼會放陸氏回來的 是不是陸宇晨他 陸氏集團 陸氏集團 大少爺陸宇晨 將於下月與 和氏銀行千金和瑞銀王分 沒錯 我和尹晨哥哥下個月就要結婚了 他還特意從A國請了設計師幫我設計婚紗呢 聽說您最近跟陸氏出現感情危機 這會影響到兩家聯姻嗎 是 我相信宇晨哥哥是愛我的 但今天我要借助屏幕說一句 親小姐 我下個月和宇晨哥哥結婚了 請你不要再插住人的感情 喂 老闆娘 那些記者也不知道從哪裡得來消息 現在都躲在大門口呢 你還是趕緊躲躲吧